欢迎来到龙哥带你录代码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对列的链池存储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定列定义我们的变量名 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对应的我们的定义 那对应的我们的这个定义呢 就是我们的linkcoin 就是我们的这个对列 那我们的对列呢相对于我们之前 它我们讲的链表呢 它的这个区别呢 其实它依然是用链表实现的 那首先呢我们要定义我们的链表的一个节点 这里是存储我们的元素 那接着呢是next指针 但是我们对列呢它要实现的效果 大家应该是对读过书籍呢 就是我们的先进先出的一个效果 那对应如何实现先进先出的一个效果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两个指针来去管理我们的链表 就是我们的链表头和链表尾 这里我进行一个备注 和链表尾 那如何实现链表的这个先进先出呢 也就是说通过一个链表来实现我们这个元素的先进先出 它对应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好我们来画一个图啊 假如呢我们的链表呢现在呢只有两个节点 这next呢指向我们下一个节点 好我这里就先放三这个元素值吧 先随意放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要实现先进先出 那实际我们对这个链表的操作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单链表啊 双向链表啊 所以大家比较熟悉了 那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干什么呢 每一次取元素是不是要从头部开始取啊 所以我们就是头部删除法 那我们插入的时候是不是什么呢 是不是尾插法 从尾部插入 这样的话后面插入的 就是晚一点才会取出来 那头部因为之前这个元素是先插进来的 三是先插进来的 四是后插进来的 那这样的话取的时候是不是先取三啊 所以我们要实现的一个操作的原理呢 就是我们的头部 我这里备注一下啊 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话 大家有一个预期啊 就是我们链表的头部什么呢 删除法 然后接着呢是什么呢 尾部什么插入法 来实现的我们这个链表 去实现一个对列的这个操作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这是我们的对列名 好 接着呢 我们这里呢 这两个定义的元素呢 大家先不用管它 我们要先初始化我们的对列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初始化的实现 那初始化呢 对应的 我们这里呢 就要是我们的front 接着是我们的real 注意这里这两个和我们刚才之前啊 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循环对列 那是不一样的 这里不是标志了 这里是两个指针啊 这里大家要注意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进行申请空间 好 申请空间呢 我们这里通过mylock接口啊 这个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好 接着呢 我们申请完空间以后呢 要对它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这里呢 我再次强调一下 因为我们mylock申请回来的这个空间呢 它是一个指针 没错 但是它的类型呢 是word型的这个类型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强制类型转换 将它转换成我们的什么呢 结构体之针 也就是说呢 这个呢 是我们的对应的这个结构体之针啊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那接着呢 我们这里呢 就把它复制window 也就是说我们的next 我们复制window 它每一个呢 我们这里当然也没有存放data 只是申请了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呢 现在即使头也是尾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链表是等于空的 那毫无疑问呢 这时候我们的头部指针和 这个头部指针和尾部指针 是不是相等的 因为你申请出来的空间呢 既付给了尾部的这个指针呢 也付给了这个头指针 也就是头和尾呢 指向同一个节点 头和尾指向同一个节点 好 这是处置滑 同时呢 大家都知道next 我们已经复制window了 好 接着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什么呢 入对操作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入对操作的 这个实现 好 我们现在开始入对 那入对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呢 要把我们的这个对列的这个名 也就对列名传进来 当然大家要注意 这回这个对列名呢 可不是简单的 只是一个链表头指针啊 这时候这个对列名 是有包含 你可以看到 它本身是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里边呢 有两个指针的 一个是头指针 一个是微指针 也就是说 既可以访问到头指针 也可以访问到微指针 也就是说 既可以访问链表头 也可以访问链表尾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进来以后呢 我们这里有个元素 那首先 既然有一个元素 我们要入对 我们就要给这个元素干什么呢 申请空间 好 我们申请空间呢 就是MyLock对应的LinkNode 接着呢 我们就把对应的元素值 放到我们的空间的data里边 当然这个元素值是整形的啊 就像我们刚才 附的这个测试数据3 好 我们一次入对的是34567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接着呢 Next要附成Now 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现在要对这个链表 进行什么操作呢 我们每一次是什么 大家应该刚才还记得 是尾部插入法 我们入对 那你要放进元素 毫无疑问 是不是尾部插入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具体如何进行操作的 那首先呢 我们刚才已经申请过一个节点了 节点里面什么都没有放 大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猜出来 这我们这个操作是带头节点的链表 还是不带头节点的 毫无疑问 现在是带头节点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 front 就是我们的这个头 我这个看一下这个名字 front 就是这里 一开始我们的front和real都指向 我就不再加Q了 大家就是知道这是front 还有我们的这个对应的real 都指向这个一开始呢 这个头部节点real 这时候连表为空 同时呢 这个已经复生到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当我们又要入对三这个节点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是不是又申请了一个空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重新画一个节点 这个时候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我们这是什么带头节点的链表操作 好 把它方平 接着呢 这里我开始复制等于三 我们现在要实现的是什么插入方法呢 刚才我已经讲了 是尾部插入法 我们看一下 那首先呢 那我们的qrealnext就要把s复过去 为什么直接这样就可以呢 因为qreal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尾部啊 因为这个时候链表里面没有元素 好 那他的next这是s s呢 现在是指向三这个节点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直接把它复制给real的next 那这个是不是他就指向这里啊 好 当有一个元素三的时候 那现在real也就是说我们链表的尾部 肯定不是这里的 那链表的尾部现在是哪里呢 是不是三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把s是不是复给real啊 s复给q点real以后呢 我们的real呢 这个时候就等于几了啊 我们的real呢 是不是就指向和s一样 是不是指向这个尾部啊 就是我们这个链表的这个尾部 当然链表的尾部为了便利 你可以看到一开始我们这个节点 每一次是不是都要对他的什么next复制等于no啊 不然的话没办法进行便利的话 你找不到这个地方它要等于no才可以 好 那这里呢 当然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这个入队和出队啊 我只是这里说跟大家讲一下啊 我们这里已经复制为no了 好 那接着呢 我们不断的入队34567 那我们这个用链表 我们来实现这个对列的这个操作呢 它是不限制我们可以入队多少个元素的啊 你可以不停的这个这个入队 因为你的内存是很大很大的 我们这个每一个这个整形元素才在四个字节 你这现在大家的内存都是好几基的 所以这个我肯定不会说测试一直入队 这个到电脑不能入 这不可能的 好 所以我们这只是测试入队五个元素 你也可以入队十个啊 这根据你的时间 你想入队多少个都可以 好 那我们的入队进去以后呢 我在这里呢 打一个断点 那如何知道我们这个入队都是成功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测试啊 就我们已经这个讲了这个调试手法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一会儿呢 我们只要看一下什么呢 我们的Q啊 我这里开始运行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只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Q点 这里我已经写了啊 我把这个删除监视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Q点front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是不是我们的链表头啊 那这里呢 对应的是我们的链表头 我们是带头节点了 所以他这个是什么都不是 所以要再点一下这里才是我们真正的链表头 你可以看到他对应的啊 第一个节点啊 我们不是说真正的链表头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节点 那real呢 指向最后一个节点 毫无疑问 你可以看到他的值是等于7的 就可以说 就可以通过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刚才入队是没有问题的啊 当然你想看一下详细有没有问题 这里告诉大家啊 这个一次点开这个next 你可以看到34啊 一次点这个next就非常简单啊 这个vs的调试是非常方便的啊 56啊 你再点就到7了啊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next是等于no啊 所以这个时候点不了啊 这个no是不能够去访问那个内存的 他什么地方都不指向的 好 这个是我们这个队列啊 对应的每个元素都入队成功了 当然接下来我们通过出队 也可以测试是不是入队成功了 我这里就写了一个这个出队的这个测试啊 我没有写那么多 当然你可以写对应的五个 把这五个元素都出队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队是怎么实现的 那出队呢 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头部删除法啊 头部删除法啊 这个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我们的链表的这个头部删除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带头接点的这个这个链表啊 这个头部删除法怎么来实现 那首先呢 我们来Qfront等于Qreel Return False 这句代表什么意思啊 可以想一下 好 这个我直接告诉你了 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是不是有判空啊 如果这两个相等 那代表什么呢 我们的对列呢 就是空的 那这个时候呢 对列为空 那肯定你不能够去出队什么元素啊 里面没有元素 就是你怎么出队啊 这个时候呢 为空不能出队 好 那不会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定义了一个指针啊 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个 这个节点的这个指针啊 就是我们的link node 这样我们这个这个类型的啊 结构体啊 就是我们存出一个节点的这个指针 好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Qfront指向next 为什么要这样来操作呢 因为我们的头节点是什么都没存的 我们是带头节点的这个链表 所以头节点的下一个节点 才是什么呢 才有数据啊 才是我们那个3啊 刚才其实通过我们单部调试的时候 给大家看 大家也看到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将P呢 指向什么呢 这里 你可以看 我们这个 假如我多画几个啊 多画几个 先让这个real指向后面啊 我们这个其实 其实这个这里是4啊 我自己画不下 我就不画那么多了 啊 其实指导7的啊 最后这个real是指导7的啊 real是指导7的 好啊 你知道呢 后面有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front呢 这里是front 我们定义了一个P 这个时候P是指向哪呢 P就指向啊 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P啊 刚才你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P 我们定义了一个指针的P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P就等于front的next 所以P 现在是不是就指向3这个位置啊 你出对的时候 好 那这个时候呢 P 你通过P的data 是不是就取到了3啊 哎 复值给我们的X 那一会儿呢 我们在主函数里边 X的值就得到改变了 好 接着呢 我们既然出对了 一旦把3这个元素进行出对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把3 这个元素从我们的列表里边 也就是从我们的对类里边 对它把它删除掉 不能够让它在这了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删除 那P的next 那一看就知道 P的next 是不是就指向 你可以看这是P P的next是不是就是4啊 他就访问到4这个节点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 P的next 付给我们的Qfrontnext 那Qfrontnext 原来是哪里呢 就是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一旦把P的next 付给Qfrontnext 就意味着 是不是我们的front的 它现在是不是就指向这里啊 就指向这个位置了 好 那指向这个位置 是不是3 就从我们这个链表里边发生锻链了 一会儿下一步是不是就要free它了 好 我们先不看那个 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做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呢 我们要判断这个P呢 是不是等于这个尾部 为什么要判断P是不是等于尾部呢 因为一旦你删除到的是最后一个节点 我们删除的是最后一个这个元素 我们这个队列里面呢 只有最后一个元素的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P 假如这个3是最后一个元素 好 这里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 这3的next是不是等于now了 那P如果 如果它是最后一个元素 real就不是指向4了 是不是指向3啊 通过这种判断 是不是就知道 这个时候队列里面没有元素的 那我们就要将Qreal和Qfront 是不是支撑相等了 就是我们的Qreal 这个时候就要发生改变了 它就要和front的相等 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 一旦删除一个元素以后呢 我们这个就相当于队列 被置为空了 队列就为空了 你删除最后一个元素呢 队列就只为空 就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判断 因为我们怎么判断 队列为空呢 你可以看到 这里就有判断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旦删除了一个元素 这里是删除操作 断链 这个 我也背住一下 就是我们的断链 好 那这里 我是不是就freeP 一旦freeP 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不是就都灰飞烟灭了 就是 这个也不指向了 因为它这个指向 它这里只有一个指针 指向4了 它肯定这条不会指向这了 刚才这里应该查出 好 现在我都查了 这个iffree它也没next 也不会指向4了 好 那这个P呢 全部都不在了 好 现在呢 我们的队列呢 就把3这个元素呢 这个 删除掉了 就删除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头部删除法 也不是很复杂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队列呢 出队成功 好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这个效果 对应的拿到的这个元素值呢 就是等于3的 当然你可以不停的进行出队啊 把每一个元素 我这里因为时间问题啊 我就不再这个演示 把这个都出队完毕啊 你把这个代码copy几份就可以了啊 copy这个4份啊 一次一次执行啊 他就会一次的出队这个四五六七 好 那最后你再执行一次的话 他不会出队啊 他会false的 就会说出队失败了 好 我们这里呢 我留了一道思考题 就是我们因为对应我们王道书籍上呢 这个有双端队列啊 没有写对应的代码 但是大家已经学过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啊 就是我们这个演示了这么多的代码 相信大家呢 通过一个我们的双向链表啊 就是你可以去思考 怎么去实现我们的双端队列啊 比如输出受限或者输入受限的双端队列啊 大家不要一步吃成胖子啊 你可以先自己实现一下双端队列 接着你再自己实现一下输出这个受限 或者输入受限的双端队列啊 实现的同学呢 这个可以将自己的代码发到这个王道论坛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CS考研那个号码啊 可以把这个发到对应的这个板块下面去啊 因为我们每天的这个代码呢 都会发到这个王道累坛上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飞波纳契数列 我们讲飞波纳契数列呢 这个主要的目的呢 是为了大家理解地规啊 可能有些同学呢 没有系统的学习过C语言啊 在地规呢 在C语言当中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 其实对于学习任何这个语言来说 地规这种思想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地规啊 以及我们在实现这个飞波纳契数列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地规 好 那地规呢 它本身的定义呢 是我们函数调用自身啊 定用自身 就是指地规 它的这个在我们的语言当中实现的这个 就是说地规最简单的一个描述啊 就是函数定用自身 就叫地规啊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我有一个Fib的函数 你可以看到它自己的实现里面 定用了这个自己啊 这样的话 这就是一个地规函数啊 我们把这个Fib呢 称之为地规函数 因为我们在下一章 就是我们讲述的时候呢 会频繁的使用到地规 所以我们这里呢 必须来理解一下它 那这是地规本身 就是说很简单层面上的 那我们在实现Fib那契数列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用到地规呢 好 我们要首先来看一下Fib那契数列 它的这个原理 那首先呢 我们Fib那契数列呢 我们第一 当你这个输入的值是零的时候 对应的这个值呢 就是等于零 好 那如果是一的话啊 是起始值啊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就是等于一 那接着后面的元素 Fib那契的话 它对应的 比如我们的第二个元素 我们把它称之为 这个是第二个位置啊 这是第零个和第一个 一个位置 好 那我们这个第二个位置呢 它是等于前两个位置的和的 那零加一的值是等于一了 好 那第三个位置的和是 它是多少呢 那第三个位置呢 是前两个位置的和 那就是等于二 那接着下一个位置呢 它又是前两个位置的和 所以就是一加二等于三 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操作呢 接着下一个位置 大家自然可以猜到了 就是这个 二加三呢 这个位置呢 就是等于五 好 那这个就是前两个的和 通过这个呢 你会发现我们做了非常多的重复的动作 什么是重复的动作呢 就是每一次我们想得到一个数据的这个和的时候 它都是前面两个这个数的和 假如呢 我给你现在 比如我这里输入让你输入任何一个数啊 就是任何一个数值 number啊 我们通过scanf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用了比较多了啊 就是scanf呢 来读取这个数据 好 读取这个数据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读取这个数据呢 这个 这个对应的 我这里有个判断啊 这里是我们没有用过的 那我们这个scanf呢 它对应这个读取这个不等于EUF呢 这个EUF呢 实际是-1啊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转到这个定义啊 这个其实是-1啊 这是define的 你不要觉得陌生 这是为了让这个结束啊 因为我一会是循环的一个测试 我不停的测试了啊 这样的话 比较方便啊 因为我有循环测试 如果我一会输入这个 我也会告诉大家怎么结束啊 大家知道这是判断scanf是否结束的一个方法 好 那我读一个整形数 读到这个number里边 当你输入给我一个整形数的时候 这就是你要的位置 如果你输入的是零 那我们对应的 你电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斐波纳奇的实现 它输出的就是等于零 如果你电用的是1 输出的是1 电用是2 那输出的还是1 电用是3 输出的就是2 那这个时候 你每次输入一个值的时候 那我去拿这个位置的值 它等于它前面两个位置的和 假如我现在不考虑 不考虑这个 这个对应的 这个我们的 前面两个位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那对应我拿到的这个公式 我们从数学上进行推导 我们数学上都有什么 fn是吧 这样的这个推导 那这个时候 fn是不是每次都等于fn-1 加上什么呢 fn-2 你不用去考虑 是不是 我们这个fn-1又怎么来 fn-2又怎么来 其实fn-1 是不是继续的往前进行推 好 好我们只要有公式 这样的话 我们马上就可以将代码进行实现 也就是说 在实现地规的时候 包括你以后去计算机毕业去面试 也会地规是比较常问到的一系列的题目 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它就 你只要有公式 你能够从数学上推导出公式 你就可以写代码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实现 这个转道定义 就比较简单 你可以看到 那直接一开始是初始的 如果等于0 那就return0 如果elseif如果是等于1 那就直接return1 这是前面 你要我们在写任何地规函数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去控制这个跳出 也就是说边界 什么时候地规结束 那接着最后 else就是这个公式 你直接把这个公式写上就行了 你会发现 我刚才推导数学上这个公式 fn等于fn-1加fn-2 是不是和这个公式非常非常的像 你可以看到 它直接只不过这个函数的名字放过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低规 同时能够帮我们计算 斐波那契任何一个位置的值了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开始测试了 这个我运行 我输入一个值 它就会打印这个 比如我输入一个3 你可以看到3这个位置 是不是等于2 因为这里你可以看 0123 好我输入012345 好那我输入5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它是不是等于5 那我输入6 大家也可以猜到6这个位置 是等于7 是不是等于8 因为3加5 好那我再输入7 7大家自然可以猜到 因为5和6是5和8 那输入7的话 飞莫那契就等于13 好这就是我们去理解地规 其实地规 首先大家要知道 就是函数电用自身 这个时候是你这个要理解的 我们到后面不仅仅是数要用到低规 我们后面讲排序算法 我们很多地方都要用到低规 这个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低规函数 就是我们的函数电用自身 就是指低规函数 这是大家要掌握的 虽然考研的话 并不会说去考飞波那基区列 考的比较多 不会的 但是你这里的话 你要理解低规 那还有一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有兴趣去想知道飞波那契序列 有些同学会觉得飞波那契 感觉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的话 我为了增加大家的兴趣性 我给你出一道题目 就是用到飞波那契的 你就知道 其实它是有用途的 就是说假如现在有N个台阶 每次你只能 跨一个台阶 因为你这个腿太短 其实大家腿的长度是一样的 好 你只能上一个台阶 或者是上两个台阶 好 那问你 假如让你走到第N个台阶 有多少种走法 这跟飞波那契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其实这道题主要练习的 大家是地规 这是地规 可以在无论是校招面试 这个是早工作了 这是延伸一点 还是你的社招会经常问到的一道题 有多少种走法 就是你要把这个数据给计算出来 当然有兴趣做出来的同学 可以在网络论坛 将自己的答案贴上去 进行回复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